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照姓名 电子信箱 护照号码 国籍 假如国籍栏上没有出现自己的国家 可以拉到最下面 点选其他 然后直接填写上你的国家名称 接着继续填写 出生日期 职业 按照自己的职业选择 假如没出现自己的职业种类 可点选最下面其他就可以了 到巴厘岛住宿的饭店名称跟地址 可以在网上搜寻 以这家饭店做例子 复制名称跟地址后 贴到栏位里 接着目的地点选巴厘岛 输入航班号码 选择出发日期 要注意 最快可以申请的时间 是在出发日期两天前 才有办法申请 以上资料都确认没问题后 点选下一页 这一页是询问行李跟同行家人人数 左边栏位填写随身行李数量 右边栏位则是托运行李数量 下方栏位填写同行家人人数 若没有就写零 有的话填写上人数 此时下方会跳出栏位 依序填上同行家人的名字 护照号码 国籍 若选单里都没有 可点选其他 然后直接填写上你的国家名称 与亲属关系 记得点选新增 将同行家人的资料送出 所以如果是一家人同行 就只需要填写同一份申报表 以上资料都输入无误的话 接着下一页 这页是禁止携带或超量的物品规定 如果你是正常来旅游的话 基本上都选不试 然后下一页 这页是问你有没有携带电子产品 如手机 手提电脑等 如果在印尼停留90天以内 就选不试 继续下一页 确认之前填写的资料都没错的话 勾选 代表携带物品已如实申报 然后点选送出 这时候 二维码就会出现 代表已经成功申请 你可以下载 储存档案在手机里 也可以直接纸本列印出来 记住 入境时 必须出示二维码的手机画面 或纸本给海关扫描 以上教学 提供给准备出国的各位 线上申报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填写纸本 应该是回不去了 我们还有电子落地签 超详细教学 及中文包车等服务哦 想看更多巴厘岛其他服务与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相关资讯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频道